在美国居住的小伙伴们一定知道,美国的人工费是最贵的,所以很多东西大家能够自己完成的,绝不会找人去帮忙代理,比如自己洗车,自己剪刘海,甚至是给家里房子的墙面做粉刷。 其实,粉刷墙壁不需要是一个大项目,在以前,你必须给墙壁涂上底漆,等一天干透,然后在尾层之间涂上几层漆。 但是现代室内涂料通过提供单一涂料解决了这个问题,还是很容易上手的。 今天,小编就为大家整理了2021年十大最佳内墙涂料,赶快收藏起来。 我们的首选是舍温威廉斯羊绒,这种丙溪酸乳胶漆底漆组合,以其黄油般光滑的应用而著称。 它会自动凭准为一个均匀的层,换句话说,你不必担心永久性的滚筒痕迹或笔触。 当你的墙壁风干后,会看起来超柔滑,而且从各个角度看都很棒。 这种墙面涂料具有出色的覆盖率,可以轻松隐藏下面的任何颜色或标记。 它有五种不同的光泽,你可以上传自己的颜色来创建一个自定义色调。 如果你手头拮据,Gladen Essentials室内涂料是一款价格实惠的高品质产品。 当你想刷新你的客厅、入口、卧室或家庭办公室,这种涂料提供了良好的覆盖面和易于清洁的效果。 Gladen Essentials可以着色到1100多种颜色,你可以选择平板、哑光、蛋壳或半光泽。 这是一种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乳胶漆,气味极小。 另外,Gladen提供15年保修。 Spruce的最佳家用室内装饰涂料与底漆合二为一,是高级饼清酸涂料,非常适合内墙。 大家同样可以选择哑光、半光泽和蛋壳完成。 虽然这三种产品都是耐污渍且持久耐用的,但它们的哑光配方具有最低水平的光泽,非常适合天花板、卧室和其他看不到足部交通的房间。 蛋壳或半光泽涂料有轻微的光泽具有装饰性和易于清洁。 它们家将颜色精选到32种优雅且用途广泛的色调,你选什么颜色都不会出错。 另外,它家涂料低气味也很低,如果你在高档墙面涂料市场上,可能要花一罐Backdrop Standard Finish。 这种优质的水性涂料由丙溪酸树枝配置而成,易于施工,这种低挥发性的自吸配方运行顺畅,干燥迅速,气味极少。 如果你喜欢低VOC的产品,你会欣赏克莱尔墙漆的无VOC配方。 它家的涂料是经过Green Guard金牌认证的涂料,散发出零挥发性有机化合物。 另外,它具有极低的气味,因此,你不仅可以在应用时呼吸,而且可以长时间呼吸。 不过,这种100%丙溪酸涂料比大多数产品都要贵一些,但绝对值得。 它覆盖面广而且光滑,表面效果耐用,也可以抵抗污垢、霉菌和霉菌的氢害。 粉笔漆最好的选择是深锈的油性粉笔,超哑光配方营造出迷人的半仿旧外观,非常适合质朴和复古风格的室内设计方案。 除了粉刷墙壁外,你还可以使用粉笔涂上的铁锈油膏来改变房屋周围的木质家具、金属装置和陶瓷物品。 这种低气味的乳胶涂料易于湿涂,可轻松粘附在大多数表面上,并且可以在30分钟内即可风干。 如果你想要哑光面漆,小编建议使用Vospa Signature Flat,可着色的内部配方是一种涂料和底漆于一体的。 与其他哑光涂料不同,它具有特殊的防滑痕技术,可防止滑痕和污渍,它也可以防止褪色、刮擦和擦洗痕迹。 这种涂料表面光滑,可以毫不费力地掩盖墙壁上现有的油漆、痕迹或瑕疵。 所谓绿色卫视黄金认证产品,这是一种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涂料。 对于额外的光泽完成,微视波超高光泽一定要试试。 像它的平底漆一样,这种油漆的配方可以防止污渍、摩擦痕迹、擦伤和一般磨损。 它具有可清洗的表面,这意味着大多数痕迹和污渍会被肥皂和水冲洗掉。 另外,这种丙烯酸涂料适合室内外使用,无论你在哪里使用它,你都可以依靠这种抗磨光的表面来保持它的光泽。 如果你正在寻找完美的纯白色,请查看它家的陶瓷超纯白色。 这种丙烯酸涂料和底漆结合在一起,具有五种光泽,包括平面漆、蛋壳漆、断面漆、半光泽漆和高光泽漆。 低气味配方易于滑动,可覆盖你现有的墙壁颜色,甚至是深色阴影。 它具有防眉性能,是浴室、厨房、洗衣房、地下室和其他易受潮空间的理想选择。 Benjamin的水性涂料是用于天花板的最佳室内涂料。 超雅光光泽可以隐藏任何不完美的天花板,留下一个几乎完美的成品外观。 它易于使用,可防止重力低落和飞溅。 这种低气味的天花板涂料释放零挥发性有机化合物,让你对在家呼吸的空气安心。 如果你也在苦苦寻找合适的室内油漆,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你有所帮助。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,欢迎订阅关注我们,并且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了。 爱生活,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再见。